在東門的旁邊 就是一個地方 聲稱有這個叫小九龍城寨的地方 是在哪裡呢 就是這裡 這裡叫做深淨的文和牛 整棟裡面很有趣的沉沉密密 有很多食物 一起進去看看裡面究竟搞什麼 這裡好像一個樂園 然後有點像回到日本新宿的後家去吃東西 因為他們通常在後巷裡 都會有燈籠 然後做招牌 小小的地方 滴滴色色地吃東西 這邊都是年輕人 會過來打卡 找食物的地方 我看到上網也挺多推薦 因為食物種類多 然後它很有特色 每一間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很適合就是上網壓禮拍照 你好 來到這邊 是不是覺得有小日本的感覺 其實簡直這裡整個設計 好像去日本新宿一樣 在這裡吃燒烤 叫李師傅拿點東西過來吃 李師傅 今天我要吃什麼東西呢 你好 今天給您準備了我們店裡 招牌的五花肉和招牌的羊肉 謝謝 謝謝 你可以試一下 好 聞下去有多棒 我們有五花肉和羊肉的 多少錢 這個五花肉的話 我們三串的話是15.8元 這個羊肉的話 三串是19.9元 我們一起吃吃吧 我本身對吃羊是不抗拒的 所以我覺得是好吃的 還有上面有些孜然粉 方法有一點去到新疆的感覺 羊肉這個好吃 羊肉是嗎 我們的所有的這個肉 它全部都是每天凌晨一兩點 去宅廠買的新鮮的 所以說新鮮肉 鮮肉炭烤的話 都是原味的 師傅 他們每天呢 凌晨一兩點 就去買新鮮的肉 所以每天呢 這些肉都是新鮮製造 它只是加在辣椒粉上面 都挺有夜味 又好吃的 很香 這裡的營業時間 其實是差不多 晚上凌晨兩點鐘 適合一群朋友過來這邊 可能吃宵夜的時候 我覺得最適合的 因為這裡小小的 大家坐得好像很近 很開心 開心 拍攝桌子 這些氣氛就最棒了 走完底那一層了 上去二樓看看 整棟樓呢 都有很多層的 層層都有不同的食物 天啊 選擇困難症的大家 怎麼算好呢 這邊又是另一個場景 這裡其實是電影set 這裡這麼特別 當然要找個位置 拍照 打卡 我又學他們 好像中環那條街 像石板街一樣 我覺得石板街更漂亮 但是他們弄得種很道理 不錯 這邊除了食物之外 也有一些 想不到剛才隔壁很熱鬧的文和友 在隔壁的商駐大廈六樓 有個這麼浪漫的天台餐廳 原來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深圳 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在那邊有另一個角度 可以看到整條東門步行街 這裡最適合誰過來打卡 我覺得一對情侶過來喝東西 談情就對了 其實在深圳吃日本料理也很有水準 就像這間店舖一樣 他們在上海、廣州都有分店 剛才在深圳開了首店 有這麼多牛的食物 我覺得最新奇、最吸引到我 就是炸牛橫甲膜 除此外還有艾爾斯岩牛扒 西蘭和牛舌 事不宜遲 試一下這個牛的炸橫甲膜 不過我覺得這個炸橫甲膜 它的油味重了一點 不太適合我自己的口味 反而我想試一下我面前的 這個京蔥牛舌 聽說它是排名頭三的 這個京蔥牛舌 第一,我想說它的厚薄程度 是剛剛好的 不是太厚,不是太薄 很容易就咬斷它 不過它的蔥味真的很十足 但是我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 用它給的一些醬料 加起來之後會更加好吃 接下來想試一下吃西蘭的 這個西蘭扒有點貴 200克是320元 對比起旁邊的牛扒 它的價錢就比較划算 500克就是198元 光看下去就真的未分出勝負 因為不知道味道 幫大家試一下哪個CP值會高一點 看下去就夠汁了 吃下去 這個牛好吃的,又不肯 配上蒜蓉牛油汁的話就更加好吃 接下來就試一下這個 聽下去CP值就高的 198元 500克的牛扒 小姐姐就說不要放太久去燒 總之兩面燒到差不多變色就好了 這個比這個好吃 有時候不是價錢貴就一定好吃 因為它的醬汁在口裡越咬就越流出來 然後就可以吃掉它的醬汁 蘸醬汁是加倍好吃的 然後還有雙重芝士牛漢寶扒 聽說這個每個人都要蘸 主要是鎮店之寶 哇,它真是口肉 平時在日本也有外出吃 這個是鎮店之寶也對 沒有它的道理 我最喜歡的是CP值最高的 這個 198元的牛扒 如果來到深圳 想吃一些正宗日式料理店的朋友 來這間可以的 推介給大家 來到東門, 遊得玩, 遊得吃 究竟玩什麼好呢 這邊就是一個東門町的歡樂城 整個五層那麼多 包含大家玩得不捨得走 如果你靜態一點 可以夾一下公仔, 打一下機 動態一點的話 有些刺激性的攀排活動 或者好像這個卡丁車一樣 不過說明 其實我自己沒有這個車牌 開車的手感也是在鎮定一點 不過說到最後 其實我想看看價錢是否實惠 才決定玩不玩 剛才看到外面的車手 駕駛得像F1車手一樣 嗶嗶聲, 飄搖 其實看起來刺激感非常十足 說一下價錢 這個卡丁車的門票是128元 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按一下按一下團購的話 88元便可以玩 不過我計算一下 如果我計算一條數 88元外面夾公仔的話 可能夾得更多 即是一波一波計算 好像那邊玩就開心點又便宜 馬上夾到88隻公仔 幸運的時候 所以我這次還是不玩 好, 看著, 下次先吧 一站式的遊樂場 有十方射箭體驗 裝備、弓、箭和箭袋 加上現場的專業教練安全守則 Kelly, 可否贏過經我遊戲的女主角呢 我現在就試試看 NG… 好, 挺好玩的 在這裡射三十分鐘 然後很冷 招募一下時間 有些東西玩, 可以做運動 如果大家想練習或專注 即是專心點可以 都可以試試玩這個射箭 Kelly對射擊營的活動似乎挺熱愛 走過旁邊又要玩槍 一個大人都這麼童真 如果帶小朋友來玩日 更得了? 最重要就是看一個價錢 在歡樂城這個 玩射箭三十分鐘就九十八元 玩這個槍王俱樂部 就六十八元一個人 然後加起來都超過一百元那麼多 不過你只要上網禁禁下機 斷購的話便宜很多 是七十三元就可以玩兩拍的遊戲 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Kelly說了很久要夾娃娃 儘管搶二十個代幣你玩吧 節省著洗 這是什麼?這些要不要夾娃娃 不知道撕著她的棘手是什麼? 就是因為她的娃娃是沒有 可以讓那個營墟撞得緊的位置 所以這個要看我的爪 是不是真的這麼誠實 日本那些比較夾娃娃 日本那些可以輸人過來 然後幫你調整一下娃娃娃的位置 喂… 等一下… 什麼玩的? 五十千塊就開門掉了 對呀… 什麼呀… 什麼呀… 再玩一次 喂… 上鏡公仔… 上鏡公仔… 你還在做什麼? 為什麼? 不難吧? 大家都來玩, 二樓為止, 夾娃娃 三個幣這部機器很緊的夾子 夾上它 這個歡樂城也挺棒的 卡丁車也有, 攀爬刺激的也有 射槍、射箭、夾娃娃, 全部都有 香港真的很難有一個地方 我希望你比你在五層樓玩得那麼多 每個關上來深圳一個小時 在這裡玩一下, 玩兩下 花三、四個小時, 再回到香港 真棒 我們有一個小便的地圖 我們有一個小便的小便 然後看到我們有個大便的小便 我喜歡就像中心一般 我們有這麼多小便的小便 這些小便的小便 是要給大家介紹的小便 然後呢, 才會介紹到小便 我們有一個小便的小便 是一間私房菜 自從出名之後 就開始在不同的城市開了店舖 深圳有兩間 今天我來了前海分店 事不宜遲,快點趁熱吃 這裡最出名的就是他們的燒味 你看,連叉燒也有三款 讓我先試第一款,趁熱吃 這個是脆皮叉燒 很好吃,皮真的很脆 有點像焦肉,但又不是完全像 因為它的肉嫩嫩很多 它其實還有黑叉燒和叉燒 試了這個最經典的叉燒丝 你看,脂肪和肉分,很均勻 它的醬汁做得很好 就是它的蜜汁不是死甜的一種甜味 就是很柔軟地釣出豬的鮮味 然後再試這個 也是米芝蓮推介的菜式 這個叫做焦漬冰川茄子 我最初以為冰川茄子是冷的 原來是炸的,但我試試才不夠 我覺得它炸得真的很好 平時在香港,我也要吃街邊小吃 例如鮮釀三寶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做的茄子太油 竟然這個是整塊茄子下去炸 但這個茄子也沒有油膩,你不看到它反光 沒有油,但外面就很脆,裡面就很軟 吃到一些很茄子的新鮮蔬菜味 除了這些菜之外,我還叫多了一碟米芝蓮推介的菜式 就是蒸蟹,快點嘗嘗 我覺得它很細心,它是用高的蟹 小塊很方便入口,而且每一塊都有高的 而且它的特色是用了豬腸蒸 剛才服務員跟我說,吃的時候要豬腸 還有它有些雲南吉仔,它有一隻是醃了和沒有 它說吃的時候要一起吃,現在讓我嘗嘗 我覺得吃起來的口感很有趣 首先吃到豬腸的味道,然後有兩款吉仔 就是一款龍椒,一款淡味的吉味 配合在蟹裡,很清新,我很喜歡 再加上蟹膏,一口裡面吃了幾樣東西的味道 不知不覺都吃到差不多了 我想分享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們吃這頓 米芝蓮一星餐廳,香港最少要幾千元 但今天一千元也不用,兩個人,是否很划算 這一餐每人大約二千多元的 黑珍珠一星私房菜真是大有來頭 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和富豪來這裡朝聖 其實去過大廚田澤宇,從事在美國讀書 集合了外國的烹調技巧 和中國的傳統烹調手法 就製造了每一個地方的各種味道 令每一道菜都可以感受到 不同地方的回憶和情緒 像這頓晚餐一樣,有14個地區的味道 包括廣東中山,韓國濟州島 法國亞爾勒,日本石川縣金澤,葡萄牙 阿爾加圍大區,山東煙台,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 台灣南投縣,綠谷香,重慶,14道菜 這是非常獨特和吸引人的用餐體驗 這位大廚確實展現了他的才華 將不同地區攀條手法和食材融合在一起 創造出很多不同角色各樣的菜式 令我們在用餐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每個地區的味道和情緒 廚師將食客帶入一個獨特的世界 讓他們在用餐的時候 感受到不同地方的食物傳統和文化魅力 難怪可以吸引到這麼多香港人 甚至富豪特地來這裡吃飯 很多香港人來到收鎮都會選一些便宜的地方 今天我介紹了投拳原地中心 可能貴一點 但完全適合一些大家很喜歡打卡的朋友 在這裡做頭皮護理 第一項目是他們會先幫我們檢查 這個頭皮健康狀況 就像一個抗生長一樣 大家在幫我檢查 拍攝我的頭皮狀況 之後就會幫我調查分析 就會選擇適合我的療程 在用頭皮檢查之後 我們就去那個酒吧 喝這個口意其式的雞皮膏 才會適合的 今天我來到深圳最大的商場 你知道有多大嗎 是有36萬平方米那麼大的 它就是叫一方城 位於深圳的保安區 乘地鐵1號線 保安中心站 F出口便到了 超級大 好像說有500間商店 有100間餐廳那麼多 我要吃雲魚住這麼多餐廳才行 這個現時深圳最大的商場 連地下停車場總共有9層 在前海區來說 稱得上是最受歡迎的商場 而且距離最近很熱的 山武前海旗艦店 只有3分鐘的車程 喜歡買買買的香港朋友 就最適合了 如果想在一方城 找些平民小吃的話 也可以去B2逛逛逛 這條吃什麼街究竟有什麼吃呢 我就眨眼看到很多東西吃了 甜品也有 存銷也有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飲品 海鮮也有 我們不如快點進去掃街吧 這邊有手打飲品 一間主打應該是乳酪的飲品 幾千杯 十幾二十元就有交易 挺划算的 比香港便宜 香港最少一杯首要飲品 最少三十多四十元 在商場我看到它是分一層的 這一層吃的比較平民化 連街邊小吃也有 然後還有 正所謂 你有沒有聽過 燒雞翼 我自小喜歡吃 這裡有新鮮的燒雞翼吃 我遠處看到我很喜歡吃的燒蠔 這裡燒蠔幾吋 不知三十八元 即是大概三個多一隻 還要煮 香港這個價錢一定不行 這個吃啞雞真的很多東西吃 不過我早就標籤了這間吐司店 因為在國內是超級流行的 還有 看到這個標籤了 就即是可以用港幣付錢 終於等到了 熱辣辣的 剛才我下單就立刻看到它 是立刻做那個燒雞 還有炒蛋 還有吞拿魚 哇,很香 未吃已經聞到 我先嚐嚐 這個燒雞翼真的超級大 你一口也咬不到一層 然後蛋的滑 Wind 超級滑的 一吃下去就… …入了口裡 然後跟芝士 加上魚和蛋的味道是剛剛好 麵包烤得脆 裡面就軟 我覺得全部都很適合冬天吃 新鮮熱辣 忍不住想多吃一口 你知道嗎 這個商場除了是全深圳最大之外 還有一件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這間書店是全中國十大 最美書店之一 這裡有很多打卡位 例如我現在站在這裡 看看上面 那裡有很多人寫下來的人生寄語 或者希望的 等我待會也寫回 除此之外 一進店舖就會穿過一條 好像時光隧道的走廊 那裡是用光管和木造成一個設計 我覺得自己一經過這條 時光隧道走進了一個文青世界 然後這裡有很多不同讀書區 有小朋友 還有圓形中間這個位置 隔離 甚至所有書架 旁邊都有些坐在這裡的位置 給人看書 我覺得這裡一點都不像書店 簡直是一個讀書的天堂 來這裡拿回一本書 看看 不知不覺也要半天了 口渴還有一間很漂亮的咖啡 不知之前上面是怎麼掛的 還是掛滿這裡 會幫我們掛上去 不過不管了 掛住這裡 我要掛這裡最高的字 然後我想他們會幫我們 儲夠差不多數量 可能就會掛上去 成為這裡文藝封裝式的一份子 回首消失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情 剛才看完這本書 想起蘇式去這句名句 這裡果然是最美的書店 環境很優美之外 它的氣氛真的很適合看書 令人也很平靜 很舒服 我要繼續看書 下一集 逆如是一間羅湖區新開的牙科診所 又玩一下室內的卡丁車 去到水圍夜市素街 再次回到水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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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